大家應該看過這位年輕的一個玩家 我跟Rampage其實沒有一起打過 但是我們有聊天過 他是專門在做Poker Vlog的 剛好疫情那個時候他就突然變成很紅 那時候一段時間因為疫情 所以Poker的內容比較少 他就還是找辦法去做很多Poker Vlog 分享給大家看 但是在他那些Vlog裡面 他打的局都是5塊10塊10塊20塊這樣子 這是他第一次來高爾的星期五在Hustler 然後打這麼大的局 是他的姿勢 有一個小羨眼的位置 有一段邦多人的私畫頭 出演一段集合作 對的 對的 它當充足的壽造商 他只是說 他是想太太 他是可以的 他也是可以送到 他很神奇 讓人看看 這是神奇的 他在買屍充 taste 他是 wrest口的表格 在洛杉瑜中央的衛生日 你是正方便 他是玩家 所以那天的局是50 100 200 然后再加一个100大盲的ante 然后第一次来这个局 然后就马上有这个AK 在大盲位置 然后Garrett在cut off位置 拿AA加注到600 Rampage就3B到3000 Oh Rampage Oh no Rampage Are you kidding me? Seriously? This isn't real 然后Garrett就马上4B到9000 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cooler 尤其是因为在这个情况 还有位置 Garrett的范围都会比较广 That just hurts 在这情况你拿AK 然后被4B 然后用平跟的 翻牌中到K 真的是很大的cooler 因为在这情况不会想到 对手会有AA 你没有在翻牌前5B 现在手牌那么强 也是有点被隐藏了 特别是对Garrett 更加是非常大的cooler 如果是面对其他一个排手 比如说比较保守的一个排手 在有些情况 你会觉得你的AK可能是落后 但是因为是面对Garrett 我觉得这一次拿AK 真的是非常难去想象 现在是落后 如果我是Rampage的话 我也是后面这个7万 应该是可以准备打光 33,000$ 在这个转牌掉这个方块的J 两个玩家都没有特别喜欢这个J 因为现在如果对手有JJ的话 就有三条了嘛 或是KJ 所以Rampage就选择过牌 然后Garrett这次也选择过牌 Garrett's gonna check that one back He's a little bit wary of the Jack Rampage checks one more time and gotta imagine Garrett's gonna bet now for value vah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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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mpage在這個盒牌又過牌了 Garrett就下注了一個半指的下注 我覺得在這裡真的是秒跟注 因為你在翻牌前都已經隱藏你的AK了 你想你的對手應該也沒有想像你的牌相要那麼強 你可以看到其實Rampage在這裡是說 算是蠻可憐的 現在這個表情這次 不敢相信哇真的是對手有AA 我們大家都很懂這個感覺 好我們來看下一手牌也是Rampage跟Garrett同樣那一天 Ron在UTG位置Straddle到500 然後Rampage拿這個54紅心在Button位置加注到1300 Garrett在大盲位置拿這個19黑桃3B到5200 然後Rampage跟住了兩個玩家那麼深 可能要多注意你玩這些小的Suite Connector 有時候會中到花然後對手會有比你大的花 我們看到這個翻牌18 18J兩個方塊非常濕的一個牌面 然後Garrett在這裡選擇過牌 非常平均的一個打法 中到一對死挺雙頭順 他的牌非常的隱藏 Rampage拿這個54 相信是沒有任何的攤牌價值 然後當Garrett過牌的時候 我覺得Rampage如果他選擇要下注的話 必須要有一個計畫在很多不同的轉牌跟合牌繼續演 畢竟現在這個牌面對他的範圍比較有優勢 oh hello oh hello Garrett with the straight Rampage with the flush draw 看到這個紅星期 是非常好的一個轉牌可以再繼續演自己有順 沒想到說Garrett其實手上就是順 但是他現在有後門花了 給他多一點out Rampage下注1萬6 演自己現在手上有順 Garrett有這個順已經用check call的打法了 我覺得他在這個轉牌也是標準的去check call 讓Rampage繼續演 在這個合牌掉這個10 如果有玩家有三條的話 我是2-Pair Jayse 88 7-7 JJ都是Hulu Garrett's good, he checks Rampage has 5 high, he can't beat the board 45? 45 45,000 from Rampage 212,000 from Rampage He makes a call Rampage又繼續下注非常大的45000 Garrett真的也沒有太多想法就直接跟了 想說如果Rampage真的有葡萄的話那就也必須call 我们看到这个两个手牌 其实Rampage大的不错 刚好两次Garrett有牌而已 第一个手牌他拿AK撞到AA 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在那个情况 很多玩家都会输光 然后他还是有找办法 没有输光给Garrett 然后现在在这个情况 通常他的range在这个牌面 比较会有优势 只是刚好这一次Garrett拿这个19 去4bet撞到孙了 但是其他情况 如果Garrett有AA、KK、QQ 真的是很难跟下去三条街 所以Rampage在这里算是蛮不幸运的 虽然他这次输了不少 我觉得他这次这样子想要挑战自己 有那么大的勇气 可以从那么小的G 然后就突然打那么大 算是很难得的 以后一定会回来 然后我们会有机会跟他一起打 这次那么热的 咱们再查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